太空人的生死难道都没人管了吗 这个是美国的波音公司 为了NASA开发的商业载人太空船星际飞机 6月5号就载了两名太空人升空了 好原定的任务时间是8天 但是返航时间呢 从原本说可能会待到20天 现在呢又延到了9月24号 但是呢一路往后延 他们已经在太空站待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现在最惨的事情来了 NASA说可能会受困太空到2025年 好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有考虑其中有一个方案 就是让这些太空人最后搭乘这个SpaceX的载人太空船 有一艘叫做飞龙号 把他们两个人载回地球 但是呢这个要一路等到2025年的2月份 好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就算搭乘飞龙号返回地球 要面临的就是所谓的防护服不合适的问题 因为呢波音的防护服 你照理说只能用给这个波音所开发的太空船 但是呢SpaceX可以用这个所谓波音所开发的 这个防护服吗 难道说安全的系数不在他们的考量之内吗 请教一下这个蔡委员 防护服的问题不难解决了 因为现在飞龙号飞过去顺便带过去就可以了 这两个人这还好解决 就怕为什么要等到2025年2月份啊 知道他们过年吗 过圣诞节吗 美国很搞笑啊 其实不是没人管啊 你美国只要打个电话给普丁或者给习近平 普丁兄 近平兄 你们最近有没有要上国际太空站 可不可以帮忙顺便帮我们载回来一下 搭个便车怎么可不可以啊 就解决了啊 这什么难题呢 因为国际太空站总共有六个码头 两个码头现在是美国用 四个码头俄罗斯用 两个码头现在美国不能动啊 一个就是那个SpaceX在用啊 另外一个就是波音这个卡住了啊 回不来啊 那剩下四个是空的 那四个空的谁的规格符合呢 美国也可以过去可是靠不住 应该接合更难 比太空府接合更难 那四个中国可以靠岸 俄罗斯也靠岸 不过俄罗斯现在忙的 可能没有控管这个事啊 对不对 那谁能够帮忙 近平兄 对不对 拜登要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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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或者川普啊 或者是特杰利 现在不晓得美国总统是谁 三个年名 近平兄 我们家有两个女孩走私了 可不可以去帮我们带回来一下 这一句话解决了啊 对不对 那你还在什么 还在制裁中国 制裁那个 这是无聊嘛 这证实一件事情 只有中国能把它接回来 对 因为中国的规格跟 我问过跟俄罗斯的规格 是相融的啊 对啊 这是没有问题啊 那补充一下 刚才赖教授讲的很好 我给大家一个有趣的数字 钥矿市场 2021年俄罗斯出口 钥这种燃烧钥的黄饼 是13亿美金 2022年 21亿美金 2023年 27亿美金 预计今年超过30亿美金 所以美国是看到有利可图 不是 俄罗斯出口的 出口 第二大的是谁 中国核工集团CNNC 第三大的是法国的Oano 第四个是英国荷兰 德国的联合企业 叫做Euranko 可是我们不承认 后面这三家 加起来比例比较少 所以你说排第十名 那四名已经跑到窗户外去了 对不对 那我们有个问题 这个也谢谢这么 俄乌战争的机会 咱们中国可以从俄罗斯 买进俄罗斯的钥矿 然后把自己生产的钥矿 高加买给别人 这是好生意啊 那其实不是咱们中国这么做的 有人口也这么做 英国自己也在这么干 对不对 因为荷兰没有什么动作 通过荷兰来弄 不过这都是很小 真正的是 是这个其他还有很多小公司 其他小工作者 那你美国是要开始启动 可是问题美国在这方面 比重在占再大都非常有限 在国际市场影响都很有限 他还是彼此摸摸摸 还跟俄罗斯买 要不然不跟俄罗斯买可以 跟中国买 对不对 也不是 而且价钱一直在涨上去 当时 这谁搞的 不是拜登搞的吗 对不对 我补充问一下蓝老师 刚刚这个蔡伟文有提到 就是说现在只有这个中国大陆 可能有能力可以把这个太空而接回来 但是美国他拉得下这个脸吗 美国必须要先把他的那个 卧附条款要先废除 因为他中国大陆一直要求 美国处理这个问题 那美国到目前为止不肯处理 所以我们连这个月球的月朗 美国人说你如果没有条件 没有前提没有条件 那你要给我们我们就收吧 那个姿态白很高 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的回答 已经很明白了 你卧附条款摆在那边 先处理掉再说 所以大陆的态度已经有出来 第一个要跟NASA合作的话 卧附条款先取除掉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对大陆来讲他还是有个问题 就是说他本来就要接人 那一般来讲大陆做法是比较安全 而且比较负责任的 就是我打一个太空 打一个火箭上去 就是太空舱我们返回舱 那么我们通常 他通常会UV一个嘛 就是一次会做两个 就我设一个出去 一个如果一旦有问题 另外一个马上升空去救援 这是中国大陆比较负责任的做法 所以理论上讲 他应该有一个UV 因为每一次打都成功 都成功的话 所以他应该有一个 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在于你美国你要开口 第二个你美国你要把这个条款 废除掉 然后第三个你拿什么东西来交换 对不对 那对大陆来讲的话 就是说可以啊 拿东西来交换嘛 不然的话哪有说免费的 你说要了就要 没这回事 太空人我们当然都关心了 但问题就是你的国家制造的问题 也就是你照着念自己解决 德国这么多报纸这么报 美国也这么多报纸这么报 都是有名有姓的报纸 不是小报 就证实的确是西方干的 现在我们很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把责任要推给乌克兰 那乌克兰里面 泽伦斯基要把他推给 乌内 那我们觉得很好笑 最近我们才看到有某一个政党 他的竞选总干事 要推给会计师是一样的 大家都推来推去 的推势 法院的推势 为什么这个事情现在才这样报 是不是美国觉得差不多了 这个实在是烦了 那这个帽子就扣在这个什么 你乌克兰头上 那如果此事当真 你叫德国怎么援助乌克兰 不是赌注一个金流 那德国如果不出钱 你说欧洲其他国家谁出钱 不就结束了吗 这表示美国也想结束这场战争 已经很明白的暗示这个事情 要不然你掩护这几个人 人有什么问题呢 第二个 德国不要假惺惺了好不好 如果你确定是乌克兰干的 跟美国没有关系 跟美国有关系 你当然不能办嘛 对不对 因为你是人家养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当然不可以办嘛 被人家养的狗 你怎么可以咬主人呢 那如果不是 是另外一条狗 那当然就是要 亲兄弟名算账了嘛 那你要不要对泽伦斯基 发出传票 要不要 他当事人 他证人啊 不是吗 这一定要传他不是 这是重大的国安事件 我不整个人讲什么 国家安全 你的天然气管 你花了那么多钱 被你再炸了 还不是国家安全事项 什么孝志 你要那么白目吗 还不用装枪作势吗 就是要传信 折伦斯基 你说是你干的 还你的总司令干的 你真的是有叫他停止吗 你就用最近流行一句话 你有犯意 不是吗 对 你有犯意 那后来你犯意有了 你没有犯刑 那犯刑谁干的 抓出来啊 你抓那几个潜水服干什么呢 那个不过拿人家三十万美金 很便宜耶 你炸掉一个几十亿的美金的东西 结果你只拿三十万美金 这个比做假账 代价还便宜啊 我是觉得 第一个要看 真的美国没有涉及的话 一定会大力办下去 那如果有美国涉及的话 就假装办跟假装不办 我相信德国应该开始 你们心里怀疑是美国干的 所以你看查 哎没查到 对不对 还有那个瑞典更小心翼 还干脆不查 丹麦也不查 为什么 干清抵士 反正查出来是美国 你说我说不说啊 对 对所以你看 人家瑞典多聪明啊 哎他没损失嘛 哎你办你办 对不对 那德国是苦主啊 所以办到现在 那如果是 真的是这个乌克兰干 泽伦斯基 拜拜 已经在线了 不用去谈其他事情了 所以这些消息放出来 是表示 德国想要放声泽伦斯基 已经很清楚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 协会认证高品质的 酷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Britney - 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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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 exactly